沖煮的方法 因為沖咖啡其實都要求味蕾的肉角是很高的 作為一個做學的人 其實就試用到很多很好的味道 或者它的層次 所以不斷地向很多不同的前輩 甚至乎是一些以前的咖啡師的選手去請教 然後去找他們的意見 去再改善自己沖煮的技術 以及如何去品嘗一杯咖啡 再去累積自己的資料庫 那你學完之後 為何公熱愛咖啡 要成為一個咖啡師呢 因為其實我覺得最開心的 不是純粹沖一杯咖啡出來 沖完就算了 我覺得最開心的是 沖完給我的客人 或者給我的朋友喝完之後 得到他們的回憶 可能他們很喜歡一杯咖啡 甚至他們覺得 令他們一視難忘 我覺得每次都很珍惜 Jester你覺得沖一杯咖啡 最重要的元素是甚麼呢 我覺得沖一杯好的咖啡 最重要的元素 首先我們一定要很喜歡咖啡 如果你本身都不喜歡一杯咖啡 其實你不能夠沖一杯好的咖啡 為甚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沖咖啡的過程 每隻咖啡豆都自己獨特 不同的呈現方式 其實在研發的過程 我們也需要不斷嘗試 不斷去喝 不斷去找它最好的沖一杯咖啡 令它呈現出最好的臉 所以你不夠喜歡咖啡 可能就會很容易本土而廢 甚至乎放棄 其實整個過程 你需要大量的熱性 去支撐著自己 去找到這隻咖啡豆最好的方式 去呈現出咖啡 這一個元素才是最重要的 那沖咖啡的期間 你覺得最大的感受 或者是你最享受的地方是現場的 其實最享受的地方就是 在我沖完一杯咖啡之後 跟客人之間的交流 得到他們的回應 其實我的滿足感是最大的 特別是可能我沖了一杯咖啡 令到他覺得很驚訝 他從來沒感受過這種體驗 這個回應對我來說 都是一個很大的動力 我知道Jasper你本身 是由一個品嘗咖啡的客人 去做了一個咖啡師 其實的過程是怎樣的 其實以前品嘗咖啡很簡單 只要你找到一個好喝的咖啡 你就沖…就給你喝 其實是很簡單的事 但當我有一個咖啡的愛好者 變成一個真的沖咖啡的咖啡師 情意的方式就不同了 反而我要去找方式 去呈現一個好的咖啡 其實背後的過程 我需要花大量的時間 喝很多次這杯咖啡 去找到最好的方式呈現出來 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很容易你會放棄 因為你會很沮喪 其實沖一杯好的咖啡 是非常困難的 所以角度不同了 你需要更加氣力 還有需要的時間都不同了 那有否說平均 就是沖一杯好的咖啡 是要多久的時間才能鑽研 其實通常… 以前我在沖學的時候 基本上同一隻咖啡豆 可能我要沖至少10至20次 我才找到一個… 我接受得到正常喝的程度 其實在喝的過程中 你已經喝得很累 而且你的熱脂力也開始下降 你也很容易想放棄 但開始熟練的時候 就開始慢慢將來的技術 那就更快地成為熱脂力了 剛才你說了 關於Jester入鄉的過程 我看到以前也有很多咖啡豆 不如Jester你快點介紹給我們吧 我今天介紹了 六款不同的咖啡豆給大家 而咖啡豆是怎樣提出的 其實咖啡豆是提出之前 我們才要透過不同的處理法 在咖啡果實裡面提出咖啡豆 而這個處理法 每一種不同的處理法 都會令咖啡豆 呈現出不同獨特的方味 讓我來介紹一下第一款 這款是最經典的一世代處理法 其實這個過程 又可以令咖啡豆 呈現出更多不同很豐富的味道 它的味道相對會奔放一點 鹹白一點 它的複雜性會再高一點 你聞它的香氣也會強一點 這個很香 然後這個我們稱為 經典的水洗處理法 這個咖啡豆會乾淨一點 酸度和花香都會明亮一點 我看到味道 我看到它比剛才更深色 你聞個香氣 你會發現它的酸味會再強一點 這個就好像可以吃的那種 很嚴重 這個我們會叫DK的咖啡 它會用一種sweet water的處理法 去除咖啡豆裡99.9%的咖啡飲 所以其實它是一種沒有咖啡飲的咖啡 但你聞下去 其實它和咖啡飲沒有分別 對,以前是很濃的咖啡味 很適合我 沒錯 特別是我都喝不到咖啡飲的人 甚至他們熱來晚上喝咖啡 這些咖啡豆都是很好的選擇 這個咖啡豆… 還有一種嗎 對,就是還有一種 它是普通的廣州水洗咖啡 不過這個咖啡 它不是它的味道有甚麼特別 而是一個之前的英國的康埔斯 它為了烏克蘭的難民去籌款 而集資去買的咖啡豆 其實咖啡不僅我們可以品嘗咖啡 其實咖啡豆,我們做咖啡的人 都很多時候會做很多關心社會 很多社會各地不同的事務 我們不單純純欣賞咖啡 還會透過咖啡去幫助更多的人 好,很好 Rispan,其實我也知道 你有參加一些國際的比賽 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你那時比賽是用哪一杯咖啡 這種是最接近比賽的咖啡 因為它能夠呈現出來的味道很獨立 並且可以複雜性很高 能夠呈現的層次都很不同 而且這個也是很喜歡的咖啡 因為我很喜歡一種就是 能夠呈現到不同的味道 不同的味道 不斷呈現出來的咖啡 令你每次找這個咖啡 每一口都有新鮮感 你可不可以多說一些比賽的時候 是怎樣沖一種… 是用同一種咖啡豆還是怎樣 其實比賽可以有兩個選擇 有些人會像我這樣 就用單日的咖啡 我們叫單品咖啡 而有些人會用平貝的咖啡豆 就會將不同的咖啡豆組合而成 再去沖咖啡 這個播成其實 我們會希望有兩種不同的方式的成員 我們可能就是單品咖啡的 就會想呈現咖啡它本身最強的一面 而且它本身可能已經有很多的味道 我們就會用單品咖啡去呈現出來 但有些人可能會想有個人的看法 就會透過不同的咖啡豆組合 而形容一出新的味道 或者有些它想呈現的味道 再用它自己的方式再呈現出來 如果我們要做一個平配咖啡的時候 有甚麼特別要注意嗎 最重要的是一個比例 因為如果你的比例不對 有機會令某一種咖啡可能主導了 令它呈現的方式會不同了 所以在比賽之前 我們咖啡師 甚至乎想用平貝咖啡豆的咖啡師 都會不斷地嘗試去找出最好的比例 去呈現出最好的面 Jasper,其實這些咖啡豆 你是用甚麼方法找回來的 其實世界各地的咖啡師 都會跟不同的控陪師進行交流 透過梅師他們聯絡不同的農夫 去找當中那一年最好的咖啡豆 然後我們去選擇它上世界舞台 用最好的方式呈現給大家 看到這麼多咖啡豆 那要用甚麼用具呢 沖咖啡之前,最重要是用咖啡豆 但現在這樣手沖咖啡 最需要的器具是甚麼呢 我們的Jipper 我們有一個裝咖啡的下壺 對,而咖啡豆 我們不能夠直接沖 對,而我們需要磨了咖啡 用我們的磨扭機 去磨咖啡 把咖啡豆磨成粉末 然後再放在這個Keeper上面 去儘量沖住 但我們沒有理由 就這樣擁抱咖啡豆 所以我們需要一個 濾濾紙 這個類紙 紙 隔著咖啡 然後在沖的過程 就只把咖啡用的留在下面 咖啡粉和所有的東西都在上面 對,讓我看到這裡還有一個磅 沒錯 而沖的過程 我們每一個咖啡師 有不同的比例 不同的時間 要控制 這個磅 在電子磅的同時 顯示出時間 以及它在用的多少克數 我們就可以透過自己顯示的模式 進行我們的沖住 而沖咖啡最重要 除了剛才那些器具之外 這個控蚊壺也是非常需要的 這個控蚊壺就是能夠控制 我們用多少克的水溫 然後再去全能沖住 我看到白色這個 有很多簽名在這裡 這個其實是每一屆的選手 他們擁有的禮物 在這個壺上面 會隔著當日的比賽年份 而這個物品 只有當屆參選的選手才會擁有 而我在當地 就找到小朋友 讓我們業隊冠軍和朋友 去集入收集他們的簽名 當中有很多不同 地下屬的朋友 和一些前世的冠軍 成為一個美好的會議 最佳南配角提名包括 大人經常說 不要走得那麼慢 不要爬得那麼高 不要跑得那麼遠 但是這樣又怎樣 成長沒有什麼不可以 Fresel Prestige 天然第一層雅圓精華 接近元宇 鎖留珍稀營藥 融合母愛免疫組合 元宇免疫力量 成長自然隨身 Fresel Prestige 急著周主 不用太多 最緊要犯 好事快得過 一招再做 關心CAS price 不用募免 不用物件 即拔21111220 成功申請 送給第12000元現金獎 中國借錢更要還 米地錢中介 要怪物戰鬥 小心自己成為怪物 誰都變成怪物 為甚麼不變成 用Piggen嬰兒用品 救救卡 你為何不變成 一起傳,寶寶開心,媽媽放心 哇,胃胸船風,極大優惠 任選餅乾,巧克力,糖果,兩件,招架再糾結 買任何產品,滿一百,加四十七,換兩粒著巢咖啡 吃夏日鮮果氣色,注入柔滑雪糕 陣陣香甜果香,解放味蕾 全新 Haagen-Dazs,剩下真果系列,The Ice Cream of Ice Creams 游泳對於我來說,不只是訓練和比賽,還是一種訓練 不斷超越自己,才可以激勵身邊每一個人,一起向前 能力越大,使命越大,AIA會繼續支持你,度過每個挑戰 AIA,為你超越,換你突破 軟微病毒,守護力量再升級 全新立邦2.7,率先引入抗病毒科技 有效對抗新冠病毒,以及多種病毒,配合全效功能 立邦抗病毒2.7系列,帶來升級守護 接種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後患重症和死亡最有效的方法 全球已經有超過1M 接種後都沒有發生過嚴重反應 保護你的小朋友,盡快帶他們去打針吧 我是小學生,我真的要打針 快點示範給我看,應該怎樣沖一杯好的咖啡 好,沒問題,首先呢 先把咖啡扭,放進手磨 因為電動磨豆機通常都是商業用的 我們輕鬆一點就用手磨的磨豆機 先把咖啡扭,然後把咖啡扭 隨便把咖啡扭,磨成咖啡扭 看吧,在這裡的咖啡扭 你有沒有看過,磨豆的感覺呢 為什麼你這麼輕鬆 因為其實裡面有一個磨佛的刀盤 再把咖啡扭木成粉抹完 好 好,我把咖啡扭下去 這樣就完成了 我們已經將咖啡豆磨成咖啡分抹 然後就可以將咖啡分抹 好,就可以放在上面 我預先準備好濕了紙的咖啡扭上面 我今天就會用10g的咖啡粉 兌255的熱水 就用兩個烘焙壺去進行沖住 為什麼要有兩個呢 對,多數都是用一個的溫度 進行一次的沖住 而我自己研究出來的方法 就是反而用兩個的溫度 能夠控制出的咖啡的味道更加正常 我現在示範給你聽 好 那我們就開機了 這個顯示器就會顯示時間和水量 首先就會用97度的熱水 下水去到40g 然後就會做92度的水溫 下水去到160g 還有255g 在這個溫度的造合方面 是我自己研發出來 我發現這個溫度的造合 能夠有效地把咖啡最好的一面 呈現出來 而且它也不會有完全的苦味 而且一定要這樣旋轉 是最好的 這樣的話 就有機會令咖啡有亂流的狀況 就有機會令它不穩定 而且很容易會製造出很多的苦味 然後整體的沖住時間 就是兩分鐘 到兩分鐘的時候 我就會把它拿走 放在另一個杯上 嗯 好 在喝咖啡之前 讓我教你如何品嘗一杯咖啡 好 首先我們也可以像剛才 我們聞咖啡豆一樣 可以先感受它的香氣 你會發覺它有很多熱情果 花香 還有甜度在裡面 嗯 我也準備了兩隻杯 讓你喝咖啡 對,這兩隻杯的形狀 也是剛好能夠呈現出咖啡最甜的一面 好,這個就是你的 謝謝 好,你不如之後你可以感受一下咖啡 在慢熱的過程 你也會同樣感受到剛才說的熱情果 花香和甜度 而在待會喝咖啡的過程 你也會感受到很強烈 還有熱情果 熱情果 還有Raisons 還有一個很強烈紅酒的Aftertasting 我只聞一下就覺得 比剛才咖啡豆的時候 它的酸味比較出一點 而且你會反而 你不斷地去,就這樣聞了 我們沒有去到喝的狀態 它已經呈現著不同的效果給你了 好的咖啡就是 除了時間的改變 它自己本身的味道都會做變化 那在這個過程 你會感受到更加多不同 它呈現出來的特色 那我現在就試沖一下 沒錯,預先抹好咖啡豆給你了 你真的很忍 那就先下咖啡豆 是 這個就是18g的咖啡豆 是 那我倒進去 沒錯,我們倒進咖啡豆 然後就97度的水 首先 我們先歸零 我幫你 對 對 那我就準備計時了 3、2、1 開始 先下40g 打圈 對 不要緊 多了一點 多了一點 我們可以等一會 為何可以等一會 因為在下熱水的過程 它會吸收很多熱的發炭出來 它會令你待會沖住的時候 不會因為熱的發炭而影響你的沖住 我們要用雨震的效果 好 好,差不多時間了 我先等它先下去 對 好 進去 92度 下到160g 160g 160g 可以 打完,繼續 下去 160g 差不多 停了 然後就是255g 沒錯 整體的沖住時間就是兩分鐘 好,可以開始準備最後的水 255g 沒錯 這個差不多很準 很準 很準 好,這個給我 謝謝 謝謝 其實你會發覺它是淺色了一點 不過不要緊 喝的時候也應該會有分別 為甚麼這麼說 因為像剛才這樣 你控制的時候就不太穩定 可能會有些位置 可能會沖得更苦 有些位置可能會更酸 你形成的沖住 未必是這麼理想的 但不要緊,我們到來試試吧 好 導演 好 不如我們又來聞一下它的香氣 好嗎 好像跟剛才是不同的味道 沒錯,你會發覺這個香氣 就會濃郁了一批酒那邊 令它的果甜消失了 真的一樣的份量 一樣的時間 但也可以同味 所以沖咖啡最重要的是 其實是一個技術 這些器材 是一個幫助 最重要是有好的技術去充足 慢慢試一下 就找到你的好的技術 你可以再感受一下 你會發現 它的酒味是越來越強烈的 可能這一杯咖啡 就是以酒味為主的 但是你說是適合錯 其實最重要是你喜歡 你說可能我喜歡一些味道的 其實也沒問題 因為味道的東西是好主觀 最重要是你喜歡喝咖啡 這個是Yoyo的味道 這個咖啡 想想也會好好喝 但泡不到第二次 Gasper 其實你一直以來 都泡很多杯咖啡 所以我會這樣說 可能有一點的味道 有一點的風味 是這些咖啡豆它獨有 而平時的咖啡豆很難去找到 當中大部分的咖啡 都不是加工過的咖啡 是它們的順天然 它們自己本身在烘焙過後 而產出來的味道 所以在找咖啡豆去玩比賽的過程 令我增加了更多 這個世界更高層次的咖啡豆 我也知道你有參加一些國際比賽 可以說一下這個過程是怎樣的 我去年代表香港出現 一個咖啡世界賽 這個過程其實 是每一個地區都排一個代表去出賽 我就是剛巧2021年的代表 當中的比賽 我們有最出名的咖啡師大賽 我們有一個手沖咖啡大賽 這個就是我參與的賽事 我要在10分鐘裡面 我要面對三位的評審 我要在10分鐘裡面 沖三杯咖啡給他們 同時要講解整杯咖啡怎樣喝 介紹這隻咖啡豆 介紹我的沖煮方法 並且加上它們怎樣去品嘗 而當中的過程 它們就會真的去品嘗和去評分 而在過程中 它們如果感受得到我所表達的東西 就會有分數 而且這個質素是高的話 它們會給得更加多分數 在這個過程中 就會是不同的選手去抖高低 而當中 其實不單止涉及到咖啡豆入高低 其實也涉及到咖啡師的技術 每一個咖啡師 對於人一樣的咖啡豆 都可以有不同的技術去呈現 去解說 會令到我們可以在這個賽事裡面 透過自己的技術 最好的一面 呈現給大家 或者去找一些新的技術 去創造這麼好的咖啡 給我們的客人 那Dressy 你最後的成績是… 世界第14 那排名都很高 其實你覺得香港的優勝之處在哪裡 其實香港本身是一個資源很局限的地方 所以在這個賽事裡面 我們香港的代表 每一年都會透過自己 很著重我們的技術的呈現 我們可能先天的資源比較局限 所以我們會用我們最好的方法 去呈現最好的技術 去將最好的技術帶給世界的舞台 這是我們很多在資源局限的地區的選手 多數都會用的方法 去取得最好的分數 那最後我也想問一下Jasper 你對於未來的目標是甚麼 未來的目標 我也希望繼續轉移更多 好的充足技術 然後帶上這個香港舞台 爭取一個入場卷 去到世界舞台 再將香港的技術帶去世界舞台 告訴世界的人知道 其實香港人在沖咖啡的技術 都是很高的 今天很感謝Jasper 剛才介紹了很多不同的咖啡豆 還有教我們怎樣沖咖啡 我們一定會好好學習 以及學習一下咖啡的文化 今天很感謝Jasper 謝謝 男朋友